他是体操冠军 28岁却嫁给了80岁富豪 这桩婚式是怎么定下来的 除了娱乐圈中的一些明星是靠青春示范 体育界的运动员更加依靠青春示范 很多人都趁着自己年轻去努力拼搏 获得耀眼的成绩 才能不辜负自己的辛苦付出 而随着年岁的增长 他们也不得不退出体坛 一切的名誉也会成为过眼云烟 体坛中就有这样一些优秀的运动员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而他们在退役之后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 此时他们将主力放在了娱乐圈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体操冠军刘玄 跳水冠军田亮 武术冠军吴京等等 这些人都在退役之后进军娱乐圈 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体坛也有另外一位美女 不过她是因为父亲破产 不得不进军娱乐圈 重新发展 另谋出路 当时她才28岁 在父亲的牵线之下 嫁给了一位80岁富翁 不得不说 尽管是父母之命 可是这段婚姻还是让人感到十分惊讶 这位体操冠军就是何奥尔 他嫁给的80位富翁 是来自香港的林建明 可能很多人还不熟悉林建明 不过大家应该对他的弟弟耳熟能详 他就是娱乐圈的大哥林建月 林建月在香港也是很出名的一位娱乐圈大人物 他在出席忽然一周的访问节目 说到自己的情史时 自复说自己曾经与将近一千名的女子有过关系 如今自己的哥哥林建明 和跟28岁的体操冠军和奥尔这段爷孙脸 更是轰动了整个香港1988年出生的何奥尔 现在是一名中国香港影视演员 同时也是一名模特 2015年何奥尔离开TVB 而不是早晨 也成了他离开TVB前的最后一部剧集 同年的5月底 何奥尔与林建明的娱乐公司正式签约 换句话说 何奥尔成了这位80岁富翁的签约对象 由网友深度剖析之后 得出结论 28岁的何奥尔之所以会嫁给80岁的林建明 并不仅仅因为父亲的破产 这样一位体操冠军 能够成为林建明娱乐公司的一人